出音樂 親 よろしく珍涕 所以呢 controller 晴晴 為何他們這麼煩惱 你是誰 我是誰 我是你的守護星 時時刻刻都會在你身邊保護你 今天所發生的事我全部都知道 那你覺得我是否這麼差 這個問題你應該自己去找答案 是的 不過我沒辦法 我帶你去看看別人對你的看法 你就可以更加了解你自己 校長希望各位老師 商量每位學生的表現 然後作為班主任定出等地 這個方式真是重 是的 尤其是好像晴晴這類的學生 最令我頭痛 看起晴晴 她上課的表現實在很久 好像有一次 上課跟大家說過有關十二生肖 你記不記得是哪一種動物 雞 鼠 虎 頭 九 牛 馬 龍 豬 蛇 羊 兔 生肖就對了 但是次序掉亂了 我知道 是鼠 牛 虎 兔 龍 蛇 馬 羊 猴 雞 狗 豬 對了 上次我請你們回家問問家人的生肖 你們有沒有準備到 我一早就問了 我爸爸就是熟龍 而我媽媽就是熟豬 我爸爸就是熟豬 而媽媽就是熟狗 哈哈 那他們的朋友就變成熟豬狗友 哈哈 不准這樣說我爸爸媽媽的朋友 他們是正人君子 到我 我爸爸熟馬 媽媽熟虎 老師 難怪他做事媽媽夫夫 哈哈 我說你也是熟馬 為什麼又會猜得這麼巧呢 因為你簡直是一隻害群之馬 哈哈 你們不可以將這些詞語亂用 尤其是你呀晴晴 一會兒來教員室找我 各位同學 今天作品課 我會給一個大家一定的豐富內容的題目 就是假期生活記取 好耶 我一天有很多東西寫的 我一天有很多東西都不知道怎麼回答 好 可以開始了 晴晴 為什麼你將紙一片空白 生活是寫作的傳言 但是我的假期生活一片空白 都沒有東西寫 所以將紙一片空白 你假期不是去了歐洲嗎 怎麼會一片空白 啊 有啦 我去看物片 晴晴啊 物片是食物 不是電影來的 香港的電影叫港片 那我去丹麥看的電影 當然就叫做物片 啊 你也挺喜歡搏嘴的 現在呢 你就要坐下來思考一下 怎樣寫好這些文章 知道嗎 好呀老師 我現在出家安靜 你說我多激氣 她完全不理自己所說的事 和所做的事 我也有教過晴晴 其實從另一個角度看 晴晴是有聰明伶俐 能言善辯 說話和處事都很有技巧 如果對她加以教導 她會有好好的成果 她呀 只懂得和老師作對 諸多詭辯 一個學生如果只懂得這些伎倆 第二天不知道有什麼後果就真 不過我總是覺得晴晴是一個很天真浪漫 和某某才能的小女兒來的 幾位老師對你的看法都有不同 聽來好像全部都說我頑皮 也不是的 其實在日常生活中 無論說話或寫文章 我們都會帶有一定的感情色彩 我們會有意無意地 表示出喜愛、讚賞和擁戴 所用的詞語就叫做波語詞 那就是又讚舞壇 嗯 有時我們也會帶有 厭惡、鄙視和斥責 這類詞語 這些就叫做扁義詞 那… 即是有譚沒譚 嗯,對 三位老師所說的 有哪些是含有鋪耳 哪些又含有扁義呢 當然有 例如成果和後果 都是指工作和事成上的結果 但成果就是指經過努力而獲得成功的結果 而後果就是用來指一些有壞的影響 或者不良的結果 還有文言善變、諸多詭辯都是指說話的能力 文言善變就是稱讚一個人 始於說話和富有辯創 而諸多詭辯就是指一個人 以似是而非的論證去強辯 但這次就立刻要交了 所以文言不記得做就兇了 最後才能和技量都是指做事的能力 才能是含有讚揚的感情色彩 是具有知識水平和辦事能力 沒有 好,那就開始工作了 不過技量是指用不正當的手段 或者方法去達到目的 往往涉及欺騙、破壞的做法 含真會的感情色彩 嘩,以上的每一對詞語 意思雖然是相近 但卻對我有膨有扁 不知爸爸媽媽又有甚麼看法呢 你回來了? 是呀 好了,今天見家章見成怎樣 你又說晴晴,懶散 是呀,幫主人提醒我們 要好好地有助她 怕我以後出來社會 很容易被人教唆做壞事 教唆?不會的 其實我們這個女兒很聰明 是就是未懂性 我也要全有厚望 晴晴爸爸,你別那麼奢望 我現在但求女兒在學校合群些 上課學習時,從規導舉 我已經覺得很好 總之我們內心點教她 對呀,突然她怎樣 總之是激氣了 還要上個星期而已 那天下午突然上課 我記得女兒只穿了運動衣 她放學衣去補習 那我就馬上拿衣服給她 誰知道她 咦,那個不是女兒 那個不是女兒 晴晴,為什麼這麼冷 還吃雪糕 沒有 還說沒有? 那你扔了什麼? 垃圾桶 沒有 我想試試天氣涼涼 吃雪糕的滋味 你知道涼涼就好 拿著 來吧 你看 我們的女兒 是不是真的很慕來問路 唉 小女兒當然喜歡吃雪糕 你和我小時候都是這樣的 那不是等著天氣才來吃 她還有 看到我把雪糕扔在垃圾桶 這樣就不對 你呀 你不要比女兒還壞 對小女兒不可以力愛 她已經沒有做垃圾桶了 她不敢預先問准你 是因為你平時這樣又說不行 那樣又說不行 她怕了你餓 那晚 我已經很久才教導她 不過呢 她也知道自己做得不對 她是可造之才 將來一定可以吐氣洋 我們是藤愛的女兒 當然想帶她走一條正路 不要讓她走向歧途 為什麼呢 我也希望是這樣 晴晴,你冬天吃雪糕 真的找你辛苦 你看到吧 爸爸和媽媽很疼你 對就是 不過媽媽用的詞語 好像不是欣賞我 你和爸爸對我更好有希望 她們所用的詞語 是成鋪片的對比 例如 誘導和教唆 都要引導他人的意思 誘導是指 勸有教導 循循善有 去做出一些良好的行為 而教唆是指 慫恿 煽動他人做壞事 試試看 不用了 好吃的 但是不用了 另一個例子 爸爸對你有厚望 即是對你有很大的期望 但媽媽就叫他不要奢望 即是對你不要有過高的期望 又不是太看好的意思 有次藤愛和溺愛 都是指愛惜 但是藤愛就是指對你關切喜愛 是含有喜愛的感情色彩 而溺愛就是指對你過份寵愛 和縱懷 當然有不良的影響 好可愛 謝謝爸爸 喂 還有 正路 歧途 是用來比喻做人處事的方針 正路是指做人處事正當的途徑 而歧途 本來是指大樓上分出來的小路 是用來比喻錯誤的道路 想起來 都是自己一向表現不好 媽媽才這樣言言我 那勝雪哥這件事 你自己有沒有反省過 我都知道自己不對 我看到媽媽拿著件衣服 我覺得很溫暖 心裏面又覺得很慘 那晚我立刻向媽媽道歉 我覺得她是想我好 你這樣想就對了 那同學又覺得我怎樣 同學就說你是害群之馬 是貶義 不過有你在這裡 他們都覺得增加了不少歡樂的氣氛 有個同學對你有特別好的印象 是誰 就是那個新同學 他現在在寫周記 是嗎 昨天是我媽媽的生日 我加熱鬧非常 不過這次周記要寫的 並不是慶祝會的情況 而是我對晴晴的感想 事情是這樣的 日前我想送一張電子生日學卡給媽媽 由於我在這方面的認識不深 所以便請教晴晴 她落意地答應了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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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初 我以為晴晴是言而無信的 你試試看 怎樣的 你試試看 枕了第二天 她肯用心地指導我 我終於成功了 塞了 我給你一些東西看 很有趣的 這裡有點不明白 晴晴還鼓勵我 要多學習電腦 才能趕上 資訊時代的步伐 我覺得 晴晴的為人 心地善良 樂於助人 同學們 因她的行徑 而說她是一位選友 不願與她交往 但我很高興 能有一位 你借樣多才多藝的益友 我會珍惜這份友誼 詩詩的周忌 有沒有令你更認識自己 有 她寫到同學對我的批評 例如說我做出一些行徑 就含有貶義 是指我喜歡中農同學 又故意跟老師辯駁 不過詩詩就欣賞我 雖然她最初用言而無信來形容我 但後來她寫我為人心地善良 樂於助人 就是表示她逐漸接受我 令她覺得我是一位益友 而不是一位損友 益友損友 是鋪面對比的詞語 然後她用多才多藝 珍惜友誼 這些含有鋪耳的詞語 就表示她很喜歡你這位同學 晴晴 你知道爸爸媽媽 老師和同學對你的意見 那你對自己有更多認識了吧 他們贊揚我的地方 我會繼續做好 而且會改造其他壞習慣 我知道我還是一個好孩子 嗯